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本来一开始买回来的时候 我还觉得它应该会是一个蛮好穿的鞋 但是它其实是需要血迹的一双鞋 帆布的那种材质会比皮质更加硬 它鞋底做的比较大 但是它鞋面的鞋头部分做的是比较窄的 走了也没有多久吧 一个多小时 然后这两边就开始异常的磨脚 多磨了几次之后 它这双鞋就开始变得异常的好穿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了 首先呢是因为它这个鞋型的缘故 鞋头虽大 但是不是特别更重 但是因为它偏大 特别是光腿穿它的时候 它能修饰的你的腿型特别的好 达到一个显瘦显长的一个效果 很适合在那种春夏的季节穿它 然后也是那种很百搭的那种 破腿裤 小脚裤 直筒裤 它都是可以配的 都是可以穿的很好看的 很休闲的那种感觉 鞋舌部分比较短 显得你的那个脚脖子会比较细长 再让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嘛 它也是一些些的增高的效果 它后面呢也写了 Marnie他们家的一个标 挺简约低调的一个款 属于那种不是特别热门的 平时穿出门的话 也是重款率会没有那么高 下面一款呢 是一款毛衣来自Well done的 然后我大概是用五折的价格收下来的 因为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所以我就凡计买了这个毛衣 它这款的材质非常非常厚实 是50%的一个羊毛 加上50%的一个金轮 有一定饱和度的一个绿色 配的一个黑色的拉链 它正面呢 也做那种直绒的印花图案 这个颜色呢 也完全不挑皮肤 穿上去还是比较衬肤色 显白的一个颜色 而且相对于那些 普遍比较沉闷的 深色系的毛衣来说的话 它穿上去 我觉得应该会是比较吸睛的那种类型 它那个领子部分呢 做的是那种螺纹的一个针织 也是有一定厚度的 穿上它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这个领子 完全得给拉起来 我脖子比较偏短 把这个拉链完全拉下来 会稍微露出一点 我的脖子会好看一点 它这个领子 开口不是说特别大 版型特别好的一个毛衣 不会显得你整个上半身 圆胖的一个感觉 它的版型是有一定的一个立体感的 肩线虽然是做的比较偏下 但是完全不会显得你肩很宽 穿上去呢也是会有一定的一个肩形的一个弧度出来 我是在男装那款买的 买的是F码 我觉得女生穿也这正很好 正好遮之我屁股的样子 非常推荐给大家去买 下面一件呢是这件 梅森马基拉的一件卫衣 这件呢是已经在打final sale了 所以我当时是用贺贝迪的一个折扣买下来 大概是三折 经典的一个字母款 他们家的这个logo 不论是T还是卫衣 一半倒过来 一半正面的 还是比较有那种不对称的一个感觉的 没有多余的口袋 所以你穿上它的话 最好是背一个包 或者是穿一个有口袋的裤子 会比较方便一点 是百分之百的一个纯棉 它内里呢是那种毛圈布的 穿上它的话 它还是那种轻浮感比较强的 厚度来说也是比较偏薄的 所以在那种初秋初春 或者是温差比较大的地方的话 这个季节穿也完全没有问题 它这个版型呢 是有一点点偏圆的那种版型 我这个尺码买的是M码 我一开始呢 是想要穿那种oversize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买回来 我发现它好像没有那么长 刚刚到我大腿根部的一个长度 它就不太适合配那种 非常短的那种短裤 比较喜欢的一种搭配呢 就是说配那种中裤 休闲 比较学生感的一种穿搭 平时上学啊也可以穿得到的 下面这呢又是一件T恤 是来自Jill Sander 也是那种非常基础经典的款 一个logo 然后它的版型来说的话 会跟别的T恤有点不太一样 非常有那种日式简约的感觉 肩线做的是比较偏下的 非常休闲 舒适随性的一个风格 前面的一个logo的字体呢 也做的是那种宽版的 在夏天穿上去呢 也是那种非常清爽的 它这款呢 是属于那种男女可以共穿的 我买的尺码呢 是L码 因为它比较偏大嘛 像Lawrence那种85身高的 正好是可以到屁股的 L码我穿呢 我觉得也还可以 就是不是说很压身高 也还是可以撑得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版型 最特别的是攀宽大大的 但是是完全不笨种 百分之百的一个棉质 有一定厚度 也不是说特别薄 衣架是黑色的 就是也没有特别透 稍微短眼裤子啊 做的一个下面是消失的穿法穿 像男孩子的话就很适合 下面穿那种比较宽松一点的裤子 配它就是那种 很日式 很舒适 很简约的那种风格 然后下面一件呢 是我身上的这件小针织衫 它是来自Anderson Bell的 这款的话 它的材质还是比较特别的 很有纹粒感的 然后是有一定立体度的那种 百分之六十六的一个棉质 加上百分之三十二的一个 锯纸纤维 是纯棉的 所以我觉得它穿上去的一个 清肤感倒是一般般没有特别舒服 但是它那个弹性呢 也是比较大的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 领子这一块 它是那种斜口的一个领子 你可以说是就完全给它拉起来 你也可以往下拉一点 就做那种一字间那种穿法 你也可以这样一边拉下来 然后一边上去 然后把锁骨露出来 稍稍的会有一点点小性感的一件衣服 包括它这个两边呢 是做的那种不同颜色的一个锁边 下面呢 也是交叉开口的一个设计 然后包括它那个袖子 又是那种很长的那种袖子 袖口两边的包边也是不一样颜色 一个红色 一个蓝色 对称的一个感觉 像我胳膊比较粗壮的 因为它这个袖子比较长的缘故呢 它也可以显得胳膊长一点 平时穿就觉得那个状款率也会比较少 然后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两款首饰 自这个Justin Clinkwood 一个呢 是我现在戴的这款 型号应该是叫Christine 也是属于卖的比较火的 它是那种双层的 一边呢 是那种金色的那种镶形的链条 是挺硬朗的一个风格 中间穿插了银色调的 施华洛士奇的水晶项链 我当时是很担心 就是说又是金又是银 它混合在一起 会不会显得很奇怪 但是其实当我买回来上身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也挺好看的 它这个长度不是说很长 就正正好好卡在这里 做一个锁骨链的一个长度 平时可以配那种稍微偏高领一点的T恤啊 或者吊带啊都很好看 你也可以路肩啊 配当一个锁骨链啊也很好看 它的风格就是那种有点甜酷的那种风格 我最喜欢的点呢就在于在这个开口处 有一个小标 印有他们家的logo 到一个小吊坠挂在这里 感觉秀奇了 然后精致了一些 他们家的这个黄色的项链呢 镀的24K金的 不太容易褪色了 过敏皮肤也可以用的 另外一款呢是一个银色的 是那种单链的款式是叫Ally 它这个长度也会比这款更加长一点 简单然后更加帅气一点 最好看的话我觉得也是这一块啦 叫吊坠这一块 每一个连接处都是可以去扣这个扣子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调节球球吊坠的一个长度 它这款的话我觉得就更加适合搭酷一点 然后比较休闲一点的衣服 稍微领子小一点的那种T恤会比较好看 是那种很有设计感 它这个的话就是银色系的 就比较简单一点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酷的 它们家还有很多这种不一样的款 都在打折 然后这个好 我也是很低的一个折扣架买下来的 很基础的这种箱形的一个项链 可以给穿搭增加一些层次感的 多了这种吊坠的设计感就上来了 最近在SSGO分享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还好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就请关注我们先给我点大家评论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